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成功的拦截這一次 示牌國中周一柔的攻擊喔 有包裝7號 柯文希的發球 籃網成功 霍清安第二次發球 這時候就非常驚險喔 4號 這次攻擊很勉強 喔 出奇不易喔 剛好打到了前排跟中排 前排跟後排中間 非常尷尬的地方喔 而且球呢也相當有力道 完全沒辦法讓人反應喔 對石牌國中兩位女強人的出現 我想對教練的攻擊策略方面 可以說是有非常大的利用空間喔 主力球 沒有機會 送槍死 有舉球 周一柔要來了嗎 籃網成功 成功救球 很好 先打穩先打穩先打穩 再一次周一柔 再一次的攻擊 哇這次 包裝國中的自由球員就沒辦法 很成功的救到球 算是拚了命的鋪了下去啊 我們的小剛跑 張宇軒來發球 送槍死 薩西米回來 但沒有成功啊 包裝國中這次的救球非常漂亮 然後後排 前排周一柔 再來 成功的 拿下了這一分 那最後呢 石牌國中就以25比9呢 拿下來第一局的勝利 看有包裝國中6號全員發球 張子儀 主球 4號位 周一柔又是你 有就好 喔 直接自由攻擊的籃網 打到中間的三不管地帶啊 有就球 不理想 但是失敗中想要直接撒西米沒有成功啊 周一柔這次的 籃網呢 應該也不算往前自由攻擊的比秒成功奏效 現在機會來到包裝國中這邊 7號 柯文希的發球 有點驚險 邱宇涵打到後排 進 不錯 周一柔 這次 這次 包裝國中有處理起來了 還有還有 小心 先送槍子 前排的舉球 周柔再來 好球 又打到了 包裝國中的 空檔啊 好球 好球 中間 三個 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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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確定以三連勝的姿態 晉級到了單敗淘汰賽的副賽行程